有好多讀者都说 邦文华老师的艺术童话 什么时候才写齐呢 因为他们从首席大提琴 第一百栋大楼 一直等一直等到现在 那最新的一本 戏台上的大将军 讲的是戏剧童话 那终于出版了 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两个故事 那第一个故事是真假将军 平原镇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演员 那他长得非常魁梧 声音红亮 而且最主要是眼睛炯炯有声 所以他在戏台上 只要他演的将军 都非常有说服力 那久了以后呢 平原镇的居民都认为 只要是大将军 一定就要他演 有一年戏院的卖票情形 非常非常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传说有土匪要来攻打 然后当大将军 也想逃跑的时候 来不及了 那个王麻子这个土匪 已经攻来了 所有的百姓呢 这时候就很紧张 那他们就跟大将军说 大将军你平常演大将军 你这时候你应该带领我们啊 去打击土匪啊 他被大家拱向城门 然后就他就说 带着何人包上名来 就把他平常的台词都用上来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土匪呢总共才七个 因为以而传的就说 他们是几十万的人嘛 结果 土匪被打上来 这么一问 他从没看过 有人讲话这么威严 结果呢 土匪就跑掉了 那这个大将军 因为这样就保住了这个平原这个城 第二个故事里面呢 也是一个演员 他演大将军 可是呢 他就没这么敬业 当他上台演那个 鹤不断的长板桥的时候 他竟然呢 真的踢了好多次 就是踢不断 然后当他演琴快 从怀里要掏出十二道金牌的时候 你知道掏出的是什么吗 是手机 而且偏偏要掏出手机来的时候 手机响了 所有的观众气坏了 然后就要他下台 要追打他要退票 那他只好匆匆忙忙的下台 然后跑出去怕挨打 后来他在路上就看到什么衣服 就赶快乔装一下 就去扮演那个角色 可是呢 他扮演什么 一定让那个状况更差 拿到最后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那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玩玩老师呢 其实就透过这样两个的戏剧故事 让孩子去了解古典的戏曲 跟现代的舞台剧 如果你今天好好扮演你的角色 你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结果 反之如果你不是那么敬业 那可能结果就不是那么好了 这个就是戏台上的大将军